大家好 今天是7月5日星期五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我们首先对基本面进行跟进 随后对大盘指数和热门股票进行分析 孙正义再次对AI下注 聚焦芯片和电力 错过英伟达这只大黑马后 孙正义终于要加大AI布局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 软银最近与银行商谈 希望融资100亿美元投资能源相关项目 同时探索如何购买大量英伟达的GPU 按照软银的设想 他将首先成立一家特殊目的公司 然后该公司从银行借钱买GPU 即投资能源项目 接着反手就把GPU租借给软银 用这样的贷款结构可以确保软银 将债务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 这意味着作为全球最大的科技投资者之一 软银希望增加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 并从中分一杯羹 因AI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激增 软银对能源的兴趣与日俱增 包括在太阳能和核能等新能源 孙正义6月份曾表示 虽然芯片和数据中心的进步 加快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但最大的瓶颈之一将是电力 可再生能源和核聚变等领域的创新 可以提供新的电力来源 该知情人士说 软银将通过银行贷款和引入其他投资者 来确保能源相关投资的资金 与此同时 软银还开始打造数据中心 上个月软银宣布 计划在日本大阪建设一个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可谓在AI领域上多线开花 毕竟孙正义对错失英伟达这只AI浪潮的大黑马 已经后悔万分 6月21日 孙正义在软银年度股东大会上 回顾了其投资生涯中的一项重大失误 过早清仓了英伟达股票 错失了高达1500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想起那些我错过的事情真是令人沮丧 我好后悔卖掉英伟达股票 据悉软银在2019年出售了其在英伟达的全部4.9%的股份 并获得了33亿美元的投资回报 当时孙正义认为锁定回报是明智之举 软银购买英伟达股票的成本仅为7亿美元 如果软银坚持持有英伟达 其股份今天的价值将为1600亿美元 这意味着软银在2019年清仓英伟达时 错过了超过1500亿美元的收益 如今他不想错过AI接下来的发展机遇 也是情理之中 在过去一年多的AI初创企业融资浪潮中 孙正义和软银愿景基金基本置身事外 没有参与AI独角兽 Anthropic和Cohere的投资 有知情人士透露 部分原因是估值问题 另一部分原因是 软银没有得到领导层面的明确布局AI的指示 潜在原因可能是为了维护和OpenAI的友好关系 因Anthropic和Cohere均是OpenAI的竞争对手 该知情人士还表示 孙正义甚至阻止了软银愿景基金 参与开源模型开发商Mistrel的投资 因为他认为这可能会危及软银与OpenAI的关系 这也意味着孙正义向愿景基金团队发出了信号 即他不应该继续投资可能与OpenAI竞争的大型语言模型 因孙正义此前已与OpenAI首席执行官 Outman就合作开发人工智能硬件设备一事进行了沟通 从这些线索可以侧面理解 孙正义没有直接入场大规模的大模型的开发 而是去布局电力和数据中心 特朗普迎面越来越大 应去哪里赚金币 以此为鉴 这一股市将受益 分析认为 特朗普交易下美元有望保持强势 从而给日元带来下行压力 从而利好日股 日元持续贬值 将利于日本制造业出口 上周的美国大选首场辩论 持续刺激着市场的神经 拜登失利 特朗普交易卷土重来 分析认为 日股或成为特朗普2.0中的潜在赢家 周四日股迎来狂欢 东正指数突破泡沫时期的峰值 收盘价为2872.18 创1989年12月以来的历史新高 日元触及10年来的新低 目前美元对日元汇率为161.28 周五日股开盘续刷历史新高 分析认为 特朗普交易下 美元有望保持强势 从而给日元带来下行压力 而这将利好日股 据媒体援引景顺资产管理 日本公司的全球市场策略师的意思 他表示 由于美国债券收益率上升 日元对美元贬值 这将支撑日本股市 历史上 日股也出现过相似的情景 在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 日本东正指数在一年内以美元计算上涨了近30% 超越了标普白指数和MSCI世界指数同期的表现 后两者分别上涨了约20% 日元对美元汇率接近36年来的最低点 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上周四创下13年来的盘中新高 彻底结束了数年以来的低利率 有分析师认为 日本经济已经摆脱通货紧缩 正在逐步复苏 野村证券的首席策略师认为 日本股市将是全球投资者的更好选择之一 随着日本央行在超宽松立场的转变 银行股的表现应该会更好 鉴于日本股市以制造业企业为主导 日元贬值对日本制造业出口是个利好消息 尤其是像丰田汽车、日产汽车等制造商 根据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数据 制造业公司占日本市值的一半以上 也有分析师对此保持警惕 认为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日本不一定是亚洲最安全的市场 加拿大皇家银行财富管理 亚洲高级投资策略师认为 如果日元继续走弱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采取行动 迫使日元升值 这反过来可能会使其他国家股市受益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市场的表现 今天是大非能数据发布日 所以今天K线的表现不可提前预知 即便是盘前有所移动 美股开盘后还将对大非能数据进行博弈 对于多头来说 当前纳指期货仍旧是维持了一个上涨的态势 那我们多头呢 只需要继续关注空头反攻的情况就可以 我们应该把最陡峭的趋势线画一画 说有没有可能下跌 当然有了 它一直涨它也有回车嘛 那么当然现在刚给了一个小回车 那接下来会不会暴跌呢 这个没有人能提前知道 我们只能说去观察空头给出的信号 今天盘前纳指期货 录制这个非能数据发布之前呢 还是在创新高啊 数字呢 标在了这根当前的这根K线的高点 表明 至少表明这多头还想做多是吧 不过呢 今天由于是数据日哈 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防一下就可以了 行吧 这是对纳指的一个预期 什么预期 观察空头的反攻情况啊 空头不强劲 不连续强劲 多头就是还在的 对吧 你看这都是阳线嘛 近几个交易日 一根阴线也不够 是吧 至少两根阴线才行啊 或者说啊 比较明显的感觉到 新一本回车又要来了 才行 否则的话 还是得看涨 嗯 好 这是对纳指的预期 罗素呢 在这个框框里震荡就可以了啊 究竟啊 今天非能会导致它是暴涨上去呢 还是暴跌下来 不知道 观察对吧 你看市场它也没有方向 今天包括前两个交易日都是横盘嘛 对吧 十字星啊 或者说实体部分非常小的K线 他也不知道涨还是要低 啊 那么今天看看数据日会不会给一个刺激啊 刺激一下它 驱动一下它 选一个方向 道指 道指也是如此啊 有点疲软啊 就是说这里窄幅横盘啊 呃 看一下 不要急 标普呢 今天盘前也是创了一个新高 对吧 数字标在了今天这根K线的呃上方 那接下来看数据对K线的一个影响就可以了 好 这是对大盘的一个预期 呃 大家对日本股市感兴趣可以成为会员啊 我们每周有一个会员视频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大概看一下 你看 特斯拉 特斯拉盘前呢 又有点上涨 不过呢 今天盘前的上涨呢 还是要再看一下 非农数据发布后 到美股开盘之前波动的一个情况 那由于我们节目肯定是提前录啊 呃 比较比数据发布前要早一点 啊 就是非农发布数据之前啊 提前录 对吧 呃 那么这样的话 特斯拉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盘前波动的情况 我指的是啊 这个数据发布后到美股开盘前的波动情况 那么他呢 很快呢 就要摸到上方阻力区啊 或者说已经进入到阻力区区域了啊 这些区域都构成抛压 对吧 你看这 呃 但是啊 构成是构成 也就是说空头是有 但是当前多头是更强势啊 更强势的一方 啊 毕竟盘前人家是涨的嘛 说有没有可能啊 跳空高开随后抛盘呢 有啊 但是也不能提前猜呀 我们 抛盘也是当做回撤来用 第一假设是回撤 也就是说后续还得涨的意思 是吧 而不能作为反转的信号啊 回撤就可以继续持仓的呀 而反转是需要顶部大架构的 你看这些就是大架构 是吧 大顶 那现在看不到大顶啊 是吧 现在这个k前还看不到大顶 所以呢 特斯拉呢 啊 有可能再继续涨一涨啊 有可能再继续涨一涨 呃 我看起来现在多头的态势还非常的健康啊 涨势非常的健康 不能去踩顶的啊 那么有回撤呢 我们要看回撤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空头反攻的力度 再判断回撤深浅的问题 对吧 嗯 先是这样啊 这个图 啊 有时候你看他也是直勾勾的小波段啊 非常多 这种直勾勾的上涨波段 嗯 好 我们看一下半导体行业整体也是如此哈 那么对半导体行业整体的预期呢 也出现了一个啊 比较微妙的一个状况 那么他是去尝试突破这个高点 向上突破这个高点啊 去尝试突破左侧最高点呢 还是还是在这里在震荡一段时间是吧 那么很显然市场呢不愿意升低了 对吧 因此我们的上涨趋势线调整到了这两个触点啊 新的一波上涨趋势线这么调 今天盘前呢 半导体行业指数呢 ETF也是啊 微涨的一个状态 但是啊 我们说这个位置也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啊 震荡行情的一个第二个高点啊 继续震啊 所以啊 盘前啊 并不是太重要 重要的还是看全天收盘的一个抛压的情况 对吧 嗯 这样之后啊 如果他一直抛压 包括下周早些时候抛压的力度都很大 我们还是要以这根黄色的上涨趋势线和这根横向的支撑区为借啊 作为我们减仓的一个依据 跌破的话才会减啊 不跌破的话不能减 那我个人有点倾向一望上呢 啊 有点倾向一望上 暂时是这样看啊 因为多头还是还是强势了一点点啊 好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英伟达盘前也是波动啊 他的走势和刚才的指数有点相像啊 啊 那么他有一个至少是一个二次探顶的一个需求 那么乐观的话就直接突破上去了 所谓二次探顶呢 这个所谓二次探顶其实就是假设他是一个双重点往下点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二次探顶 浅跌一下 然后继续往上走 对吧 所以对英伟达呢 不能悲观吧 不能太悲观 我们之前这个回撤呢 也是说 在这些位置有分歧啊 就不一定深跌的意思 当时啊 就是说他可以深跌 但是感觉他是唯一热门龙头 我们对他还是偏小乐观一点啊 就是比一般的股票 那接下来会怎样呢 我们还是一步看一步啊 因为这个 即便是这个图也变换莫测 也是变换莫测的 但整体的多头大态势还没有被转变 好 我们看一下博通 博通也是如此啊 我们说 理论上还是要做多啊 还是要做多 我们也可以画一个新的趋势线啊 参考那种交易逻辑 画到这 对吧 他如果想要跌回来 那就震荡行情了 都类似于这种 对吧 类似于上一波这种 那直接上了呢 那就 就只能做多了啊 我看一下台积电 是不是也是如此 台积电 速度更快啊 比英伟达高了一根K线啊 那这样的话 看看今天能不能往上突 向上突破的话 那行业整体还是往上走吧 啊 今天盘前台积电也是有点涨啊 但今天 今天特殊哈 所以不能完全看 呃 盘前的表现啊 今天有数据 呃 干扰市场 好 不过整体呢 毕竟看着上涨 还是多头更更愿意看到上涨 对吧 如果盘前的都是下跌的话 那多头就不舒服了 不开心 上涨还是比不上涨要强啊 对于多头来说 美光科技呢 美光科技确实是走了一波ABC 大家也可以把趋势线再调一下 啊 比如说啊 我这一条法就乱调啊 我们这一条法也有我们的依据 它实际上是一个 呃 通道线 对应的一个平行的趋势线啊 就是通道 对吧 平行的 那么现在呢 应该还是以看涨做多的思路去看 A2M呢 No A2M也类似哈 我们趋势线调到这就可以 看看能不能继续啊 创新高化 你看他这横盘就是一个窄幅横盘 真的 我们在这两天复盘的时候 看到类似的图有很多 对吧 啊 都是横盘洗盘 对于横盘洗盘 或者说横盘运动 我们的第一预期是近期趋势的方向 近期趋势的方向 多头趋势非常强 而且是热门行业 这样的话看涨概率高 我们不能猜顶 我们可以猜 但是顶部架构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不长这样 我们把它当做上涨中继来看的 这是一个局部的双重底 双重底 往上走 你看这没有跌破这个底点吧 右底比左底要高 看涨 那万一今天数据暴跌了呢 一根阴线不够 得多来几根 是吧 而且我们的计划呢 是跌破这个黄线 再去考虑减仓了哈 否则这种震荡行情 不应该老是减仓 对吧 横盘震荡是不应该老是减仓 好的 阿斯曼尔也是一个微妙的情况 我们之前给他画了个框吧 但你看前两个交易者 是不是又是阳线 这个框呢 当做上涨中继来看 是吧 他可以成为反转形态 但他没有跌破相体的下边沿 而是选择了恢复震荡 甚至去创新高哈 那今天盘前也涨了 那就只能看涨了 没得选哈 两个方向选一个 网友问迪士尼 迪士尼就是回撤太深了 对吧 但基本上这个位置也差不多了哈 那上一波的这个触点在这 就是在档前附近了 对吧 这里最好再来一到两根大阳线就好了 否则也完全可以再稍微 稍微稍微再增加跌一下 然后微起来 好 迪士尼关注近期建仓 或者是加仓的一个机会 苹果呢 肯定是创新高的哈 没毛病啊 其他的图呢 我们大概都说过了哈 这两天 我们看一下银行股吧 银行股在创新高 你看 他刚刚经过了一个横盘啊 对呢 然后继续往上走 其实像可以画一下就行了 对吧 没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左侧 左侧呢 也到高点附近哈 啊 到高点附近呢 只能说去测试46一带了 对吧 还是可以的 这个图长的 当前都是阻力 啊 支撑区 阻力区 都这区域都算是啊 这是一个阻力区 这里 洗了个盘 走起来 突破上去了 那么接下来呢 可能要去测试最高位 这个阻力区了 对吧 测试最高位的阻力区 还得涨了 不然呢 嗯 我们看一下AMD AMD相对那些图来说 疲软一点啊 不过他的指叠位置更深 做多更舒服 是吧 做多更舒服 抄底正当时 是吧 抄底更当时啊 他还 他还在这横着给多头建仓的一个机会呢 啊 所以说波段交易者肯定喜欢这种图 当然极限的 就是极为长线的波段交易者 他不喜欢深跌啊 但是啊 如果你是一个中短线的波段交易者 这种图挺好的 深度也有 是吧 波段也有 建仓时间也有 完美 对吧 他也是一个横盘震荡 然后止跌 对吧 呃 其他的图呢 亚马逊稍微有一根音线啊 应该是贝索斯 呃 捡仓啊 他捡那点仓 毛毛雨哈 为什么 现在市值是两万亿啊 他才减了五十亿 太少太少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呃 继续看涨了 是的 好 其他图呢 咱先不看了 今天数据面比较复杂 还是保持开放的思路 再去看一下啊 你看这盘前的波动还在动啊 不准的 好 我们盘后呢 再看一下数据对市场的影响 拜拜 拜拜